今天有上千位台南柳营的居民聚集在当地是来齐声抗议 因为当地传出呢要新建焚化炉 看在居民眼中认为这柳营科学工业区已经常常空污了 要是这焚化炉盖下去还得了 民众对市长黄伟哲隔空嗆瞎 就连着金发局长最后也表态说自己不支持 上千位柳营当地民众高声怒喊 反对焚化炉兴建 抗议民众不满柳营科学园区恶臭十多年 未来又要盖焚化炉 气得隔空嗆瞎市长黄伟哲 民意代表不分蓝绿也和民众站在一起 地方发出怒吼的声浪 金发局长轻上火线 台上台下上千人逼表态 林荣川把局长的外套一脱终于说出真心话 局长以个人立场反对新建焚化炉 已经充分反应民意 记者姚文华谈谈报道